美容姐妹平安 平安 再次呢有机会在台上再次跟大家分享 其实每次上台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 我都战战兢兢的 因为要讲神的话 很多时候不小心 我要回去好好面对神 看我讲得怎么样 所以呢 我很期待 大家在我们上台的时候 都可以有一个预备一个心 是可以为我们传道人来祷告 也是我们所谈的话语 不是一个天空缥缈的 而是一个我们一起努力 学习怎么样讨神喜悦 彼此在反思我们的信仰 所以呢 再次的在今天 能够在讲道之前 有跟大家有感而发的去谈这一些 这是我真实里面内心有一些的挣扎 所以我期待在今天继续透过神的话语 帮助我也帮助各位 我们一起怎么样经历神话语 所带来的那一种帮助 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个是路加福音五章 刚刚我们都有读过这一段的经文 那这段经文呢 谈到了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 众人拥挤他 要听神的道 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 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 耶稣就上去 请他把船撑开 稍微离岸就坐下 从船上叫训众人 第四节说 讲完了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 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让我们一起先来做个祷告 天部我们再次向你献上 满心的感谢以及赞美 让我们能够弟兄姐妹 一起聚集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起同心合一 来敬拜你 愿主你赐下你的恩典在当中 也求你再次洁净孩子 使孩子能够成为圣洁的器皿 来传加你的话语 有许多是靠着你 求你真的是用你的圣灵 来帮助孩子所讲的 真的是可以成为我们众人的帮助 也能够将这篇信息 再次的让我们能够更加精力 你的丰盛应许 我们献上感谢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是3月8号 各位妇女节快乐 我想了许多人不太过妇女节 但是我也必须要坦白讲 在我有限的知识里面 今天3月8号 那你知道台湾人对三八这两个字 有两种不一样的 而不是只有两种男女有不一样的见解 我们对男人就说三八兄弟会说什么 你太客气了啦 对不对 可是通常用来形容女性的时候 就有一点贬低女性 你哪有这么三八 所以这个三八其实在讲到的女性 说是你比较轻浮 做事态度比较不认真 这一个想法又连结到了3月8号 三八妇女节 往往我都会觉得 哇 三八妇女节 会不会是因为女性都特别三八 所以才变成国际妇女节呢 所以我就觉得说不对 今天我就一直觉得说 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需要去了解什么 为什么会是三八妇女节 绝对不是女性比较三八 我觉得男性也很多很三八的 但是我想从三八妇女节 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 其实在这个三八妇女节 为什么会有这个妇女节 一开始是在1857年 开始起纽约开始 这有许多的妇女劳工 他们开始在工作了 他们在纺织厂工作 他们在这一天开始去抗议 你们怎么会剥削我们的权利 让我们有很低的工资 这群妇女就上街头去抗议 为了他们的利益 为了他们可以有更合理的对待 他们上了街头 从1857年纽约开始 但是这样子的抗议 不仅是在纽约 甚至于到1917年 连俄罗斯他们也兴起了 这样子的女性的运动 他们也是维护了自己女生 本来的权益 这么刚好都是在3月8号 从1857年开始 每一年差不多在3月8号左右的时间 就一直出现这样子抗议的事件 然后慢慢的 许多国家就重视到女性 是大家需要看重的 不能够把它列为 是一个社会比较低等的一个族群 你要看重它 他们要有应当的权利 那也因为这样子各国的努力之下 联合国也看重这样子的事情 因为苏俄我们知道 那是一个共产国家 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两个国家却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为了女性的权益 去做了许多的努力 所以联合国就因此看重这件事情 就在1975年开始制定了 把3月8号这一天制定成国际妇女节 世界许多的国家 响应在这个妇女节当中 他就把它定为国定假日 当然我们在台湾也是如此 可是近几年你会发现 妇女节好像不放假了 是因为当时候 我们把妇女节放假跟儿童节一起 因为说什么 儿童节放假 妇女去上班 没有人照顾孩子 所以就把它变成病在一起 后来周休二日之后 就周休二日了 就不再放妇女节 所以我想透过今天是妇女节 跟各位妇女们请安 也让我们能够对于妇女节 更深的了解 这是一个女权主义的兴起 而不是因为女性比较善巴 所以我想透过今天这一个开始 也期待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 也可以更深的去了解 不要停留在我们浅浅的认知底下 透过这样子 我们可以更了解 我们所信靠的信仰是什么 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 今天所读的圣经是记载在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顾名思义 其实你就看到了路加 你可以猜一下就知道他的作者是路加 那路加福音 其实在他跟极卷福音书 马太马可福音 有一些些不同的差异 因为他们写作的对象有一些些的不同 在马太他主要写的对象是写给犹太人看 可是在马可 他是借由他写的书信 他是要让非犹太籍的人 能够了解明白福音 回到我们路加 路加福音的一开始提到了一个人 叫做什么 提阿菲罗大人 他透过了这一个写这个书信 是要透过他再转给其他人 也就是他希望不仅是犹太人 像很多人除了犹太人以外的人 也能够经历福音 所以路加福音在里面强调了一件事情 也就是强调了耶稣是我们人们的救主 耶稣就是那一位应许的弥赛亚 是基督 所以路加把耶稣 他的救恩工作写得特别的详细 这个目的相当重要 就是他不要让犹太人霸占了福音 好像犹太人他们认为 福音只有犹太人可以得到 救恩只有犹太人才有 但是路加要告诉世人说 救恩是给世界万民 神要给万民所预备的这个救恩 虽然犹太人他是神的选民 他完成了神救赎的计划 但是不代表救恩只停在犹太人的身上 你要知道犹太人他有一个骄傲 他的骄傲是什么 他为着他的身份感到骄傲 你知道吗 一个他们的身份 他们会没有办法去接纳外邦人 甚至于人一点点血统的不存证 他们都会将他排除在救恩之外 一个犹太人一天的祷告 一个男人祷告 他会怎么祷告 他会说感谢上帝 他是一个犹太人 因为他有救恩 不仅如此 他更是说感谢上帝 他是一个犹太的男人 他可以成为犹太民族的血统传承 所以你知道这一种骄傲 使他们认为救恩就是在犹太人 甚至于只有透过男人才能够传递救恩 甚至于得到救恩 所以路加特别在这个部分里面 要告诉世人 救恩不单单是只给犹太人 福音是要给外邦人的 甚至于是连女人都可以领受救恩 更是在路加这个地方 他记载了耶稣 他所做的事工 他都贴近在当时犹太社会的 那些边缘的群体 透过耶稣与这些人的接触 也要让人知道 救恩是透过耶稣临到万民 每一个人只要遇见耶稣 他就有机会得到救恩 为什么路加要写下这一封的书信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是当时候的基督教 有着浓厚的犹太教的味道 为什么 因为许多从犹太教领受救恩之后 他虽然相信了耶稣 可是他依旧的有许多法律上面的限制 宗教的限制 所以尤其是在那不洁之物上面 你知道犹太人有很多东西是不吃的 所以在这一个以后 有一件事情之后才有了转环 也就是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 哥尼流以及西门彼得 遇见之后开始有了转变 因为这个转变 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神的救恩 临到外邦的开始 那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第十章 我刚刚说了哥尼流 这里提到了一到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情 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 是意大利的百夫长 他是一个虔诚的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神 向人民行许多善事 常常向神祷告 这一个哥尼流 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那你就知道他不是一个犹太人 他是一个外国人 那他也一样信靠上帝 甚至于他在祷告 在那祷告当中 他看见了神差派的一个天使 来对他说哥尼流 你起来 你要去找主的一个人 那一个人就叫他去找彼得 所以第五节告诉我们 他去找 他什么 现在你要派人去约帕 请那个名叫彼得的西门过来 你知道这一件事情 彼得已经虽然跟随了耶稣 可是他仍然在守犹太的律法 你知道那一件事情之后 第九节 彼得的祷告是怎么样 天开了 天上有一块大布 牵着四个脚 结果有声音对他说 再来吃了吧 彼得回应那个声音说 这个不是 律法规定 这些是不能吃的 后来那个声音就说 上帝已洁净的东西 你不能看为不洁 所以彼得就说 哇 有圣灵这样对他说话 后来他就跟着 哥尼流的使者回去了 所以你继续看下去 斯图新中第十章二十八节 他明白了一件事情 彼得对他们说 你们都知道 对犹太人来说 像这样进入外邦人的家 或者是与你们交往 都是有违律法的 但上帝叫我明白 我不应该再把任何人 看为误会和不解 不好意思 那个为是违背的为 有违背律法的 所以呢 你知道吗 彼得他相当的在意 与外邦人接触 可是你知道吗 透过这一次 他与哥尼流的交往 讲话 对谈之后 他明白了救恩 从十读行传第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情 回答 我非常清楚看到 上帝不偏袋人 无论什么民族 敬畏他 有心意的 都是他接纳的 这就是传给 以色列人的福音 借着万有之主 耶稣基督 人能够与上帝和好 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 是透过耶稣基督 路加福音第五章 我们看到了 是耶稣与彼得第一次的相遇 透过他与耶稣第一次的相遇 记载着彼得生命的一个转变 彼得从一个捕鱼的渔夫 因着遇见主之后 他努力的成为传扬主福音的人 彼得因为遇见主之后 他的生命产生了一些些的变化 然而他成为教会的建造者 他勇敢的为主做见证 这样子的改变 都从彼得愿意听从耶稣的话 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 撒网捕鱼开始 所以期待我们从今天的一个信息里面 期待各位我们都能够生命期待遇见主 我们要去找到一个更深撒网的地方 期待我们的生命遇见主 找到一个更深撒网的地方 今天要谈水深之处 两个重点 一个是要克服经验的束缚 第二个是要谈到了超越神迹的追求 从第一个部分我们来谈 克服经验的束缚 从一到三节他这里说了 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 众人拥挤他 要听神的道 这里面路加告诉我们的一些 时间地点还有事件 耶稣站在什么地方 格尼撒勒湖边 这个格尼撒勒湖边 其实是希腊文 简单来讲就是在 站在加利利湖边 他站在加利利湖边 有人拥挤他 要来听耶稣传讲上帝的话 那你可以想想 这里提到的众人 这个众人到底是谁 在那个年代 明明就已经很辛苦了 还有这些人还可以跟着耶稣走来走去 想听神的话 这一个有时间听讲道的一些宗教跟随者 你要知道 当时候的环境 有机会寻求宗教的人 都是一个在风衣足食 茶余饭后 吃饱喝足之后的一种活动 就是他什么都不缺 他会去参加宗教活动 所以他会跟着一些老师 四处听好的道理 可以从路加的这个焦点来看 你看他针对这件事情 他只用了一节来说明 就说好就这样子了 他没有叫你把很重要的重点 放在这一群听道理的众人身上 他反而从第二节开始 他把耶稣的眼光聚焦到那两条船上 这两条船是那个西门的船上 他要我们看中这些渔夫怎么样遇见耶稣 所以他说什么 第三节说耶稣就上去那西门的船 叫他把船撑开 耶稣在那一个地方教导众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了 我们看见这个渔夫跟耶稣 这样子的一个相遇 那然后我们继续看到 我们刚刚所读的四节到五节 新福吉一本这么说 讲完之后耶稣对西门说 现在把船划到水深的地方 杀完捕鱼吧 西门就说老师 我们劳碌了一整夜 什么也没补到 你看见这一件事情里面 有什么样的问题 一个外行在指导内行的举动 一个木匠 耶稣是木匠 一个木匠在指导一个渔夫 说你要怎么打鱼 这就像一个 我今天跑去跟自言说 我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弹钢琴才是对的 这是一个笑话你知道吗 可是耶稣却是这样子 教导了众人 教导了西门说 你要怎么样打鱼 而且耶稣说 叫一个人其实就算了 他还要彼得跟他的伙伴 一起这么做 你可以想一想 彼得跟他的伙伴 在这个时候会有什么反应 路加在这里写出彼得的反应 说什么 老师 我们劳碌了一整夜 什么也没补到 表示他们很累了 我自己就在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在猜 彼得应该会这么想 耶稣啊 你讲讲你天国的道理就好 满足这些茶余饭后 闲闲没事做的人 让他听得舒服就好了 我已经累死了 你还要来戏弄我吗 我那时候会有这种感受 可是却是彼得的回应 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们看他第五节后面 他说什么 不过既然你这样吩咐 我就再下网吧 彼得说了劳碌一整夜 没有任何斩获 心里面的心情已经低落到不行 可是还要被一个外行人指挥说 你再把网撒下去 原本回港之后 他已经要把鱼网晾干 准备要休息 却又被叫了回来 撒下去 彼得的回应是 我就再下网吧 从这个事件里面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了 所有的经验 都会有他的限制 很多时候我们用尽了 所有的知识跟技巧 加上经验的累积之下 我们会觉得 我们有万全的准备 我们就不会去接受 别人给我们的建议 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人 但是有些时候 彼得却是愿意 听从一个外行人的 木匠的一个建议 说你再把网撒下去 你就知道彼得 做了这件事情 他的心态是怎么样 他可能抱着姑且一试 这是需要相当大的信心 才能办得到 这样子的信心 是决定怎么样 就是你决定放弃之前 我要再试一次 彼得抱着这种信心 我愿意再试一次的信心 你可以想象 彼得在专业经验上 他算是个专业人士 可是他愿意顺服 耶稣的教导 他要冒着被人嘲笑的后果 而且他很累 可能要再经历 再一次的一无所后的风险 他愿意顺服了耶稣 他听从主的吩咐 把网撒下了 所以这里再次的提醒我们 不要让我们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不要以为我们经验丰富 或是万事俱备 而是我们需要把最有把握的事上 顺服主 我们各位 我们需要把在最有把握的事上 顺服主的教导 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江振成 我不知道你们对他认不认识 他是一个演员叫江洪恩的弟弟 但是他跟江洪恩其实风格非常不一样 我会提到这个人 你知道他是一个国际主厨 他在中华民国第五十四届的十大杰出青年 他过去在新加坡开餐厅 他在开餐厅的过程当中 他得到无数的奖杯 甚至于他得到了 在2018年有一件事件 他得到了米其林二星 甚至于他吵着说 要把二星给归还回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一个新闻 为什么他会谈论到这一个事情 你知道他一直有一个要求自己 就是过去得了奖 就让他过去吧 甚至于他从新加坡要回来台湾的时候 有满屋子的储藏室 都是他的奖杯 他要打包的时候 他的助理说 主厨 我们这些要带回台湾吗 他说这些全部丢掉吧 把你所有得的奖杯全部丢掉 我不知道你很多奖杯的人 你作何感想 但是他选择全部都把它丢掉 所以回来因为他要丢掉所有的奖杯 甚至于他要归还米其林二星 这样子的举动引起轩然大波 许多人就一直去访问他 到底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结果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了 成功的下一步就应该是忘记 成功的下一步就应该是忘记 他所做的料理 没有留下任何一份食谱 因为他说了 想要进步 他必须要放下 他不能一直用一样的东西 来觉得自己很厉害 他为了要让他自己更加的进步 他勇于放弃到他曾经的辉煌 他认为他放弃曾经的辉煌 他才有办法再创巅峰 进步就是不断的忘记 让你知道有新的发现 忘记是为了让你有新的更好 过去得过的奖 做过的菜 不能够成为束缚你的放不下 这是他所说的 成功的下一步 你就应该要忘记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为了更好 我们不能够让经验成为我们的束缚 不能让习惯成为 约束我们成长的一个问题 所以有些时候 长处以及优点 很可能是限制的本身 因为我们很厉害了 我们就不愿意再进行更深的挑战 经验会变成一种可能的尽头 会让你一直拒绝接受任何可能的道理 我们需要学习彼得一样 放下自己的经验 顺服耶稣的吩咐 才有机会经历到上帝所带给我们那种 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经历 无论我们有多少的经验 我们都不能够一成不变 有很多经历之后 我们更是要听从主的吩咐 把船划到水深的地方 各位今年教会的年度主题 是什么还记得吗 跨越与转化 我们一直在经历跨越与转化的过程 就是我们教会要有一个全然的更新 而这个教会的全然的更新 绝对不是只有我们讲台 多了几个人来分享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需要经历到我们生命 靠着主来更新 各位你手上都有周报对不对 有没有人去留意过我们周报今年是第几年 我这礼拜还特别问牧师 我们到底今年第几年了 各位周报前面有一个本会设立 是从几年开始 周报周报 答案在周报 19多少 1964年 所以到今年是几年了 56年了 我才问牧师 牧师我们要为60年做预备吗 各位 这不是一个年轻的教会 这是一个快60年的教会 在过去 我们教会有许多弟兄姐妹 努力地奉献摆上 到如今 在张牧师的带领之下 建造了我们有一个很好舒适的环境 许多人摆上 但是在这里成为我们在经贸园区 一个指标新的教会 我们也透过今年跨越与转化 我们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靠着主来更新跟转化 也让我们在这样的转化当中 我们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学会 像立威记六章一样的事情 为什么 我们来看立威记六章他所说的 我们一起来读情 是亚伦和他的种子 凡记必须留在祭坛上 直到要彻夜燃烧 到了早上 当子的祭师 穿上特定的细麻外袍和细麻衬裤 要清理祭的灰烬 放在祭坛旁边 亚伦他什么是什么 祭师 我们经会的传统是什么 只要信徒人人皆 祭师 各位祭师们 你们已经来到教会里面 付出了一切 摆上了这么多 你们把你们的生命 跟你们金钱全然的奉献在教会里面 可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教会已经快六十年了 我们要学习祭师一件事情是怎么样 清理凡记的灰烬 各位我们需要清理我们生命里面燃烧过后的那些灰烬 不然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会没有办法再次的兴旺起来 这是一个快六十年的教会 我们需要清理我们的炉灰烬 为什么要清理炉灰烬 你要知道了 十二节之后他说什么 这祭坛上的火要继续燃烧 不可熄灭 十三节说要记得 火要整天燃烧 不可熄灭 各位今年我们 牧师一定不断的不断的 鼓励我们要往前去 经历神的转化 我们一定要学习 清理我们生命的炉灰烬 不然的话牧师这么样努力的带领我们往前去 我们只会在那里原地踏步而已 所以要学习我们在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 各位祭司们 我们也要学习 不是只有一直做工 添加燃料 也要把炉灰烬给清掉 把清理更多的炉灰烬 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的教会 再次的被圣灵的火给眺望起来 这是我们的心智 那你要学习我要怎么样去把这样子的炉灰烬给清掉呢 学习彼得 既然主这样吩咐 我就再下往吧 再下往是我们要学习在最有把握的事上 顺服主 听从主的吩咐 清理炉灰烬 第二个部分要跟大家讲了 超越神迹的追求 你要怎么样超越神迹的追求 就有办法清理你的炉灰烬 更经历神更丰盛的带领 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情 但这一次他们的网竟然满了鱼 甚至于连网都要撑破了 他们就喊另一条船的伙伴来帮助 一条船都装满了鱼 船几乎要沉 在这一个段落里面 他们经历了一件事情 他们撒网了 耶稣给他们得到满满的渔获 那你可以从路加的写作这个手法里面 他把许多的细节省略掉 他直接把重点写出来 就是要你原本注意到的地方是什么 整夜辛劳一无所获 可是在这里面马上出现了什么 装满的鱼 连鱼网都要撑破了 多到两条船都快被弄成了 耶稣使他们经历到了一个从神而来的给予 从两手空空到满溢出来 而这一个段落的发生 你知道一个信主的人跟一个不信主的人 会有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看法 不信主的人就是说什么 那就是故事 纯属巧合 但是一个信主的人的反应会是什么样 我们要去看到彼得的反应 彼得他信了主的人 他的反应是如何 第八节他说什么 西门彼得意识到发生什么事 就跪在耶稣的面前说 主啊 请离开我吧 我真是个罪人 不配跟你在一起 路加把这个地方开始 你会发现明明作者是路加 他在这个地方却是用第一人称 主啊 离开我吧 我真是个罪人 不配跟你在一起 他要强调这一个句话的段落的重要性 他要我们聚焦在彼得的身上 他生命的转变 彼得的反应是什么 他跪在耶稣的面前 合合本翻译是腐服 我觉得腐服比贵更加的贴切 彼得却腐服在耶稣的面前说 他是个罪人 以彼得意识到他面前的这个人 不是一个木匠 也不是一个传道者而已 他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上帝 在他面前 所以他说了 我是个罪人 不配跟你在一起 你知道他说他是一个罪人 犹太人做罪人 什么是罪人 犹太人说罪人的只有几个 第一个他说妓女 他认为他是罪人 犹太人认为税吏那是罪人 犹太人认为外邦人都是罪人 可是彼得在这个地方说 他是一个罪人 他是承认他有罪 他承认他自己的渺小 他愿意承认他的罪人的时候 他在叫主耶稣的时候 他开始叫他什么 主啊 他不再是叫他老师而已 他是叫耶稣主啊 那你要想想主啊这句话 我们很少人现在叫主啊 我也不会叫牧师说主啊 你也不会回去叫你的长辈说主啊 对不对 可是你要知道 犹太人对主啊这件事情 只有对奴隶对主人 还有对上帝 他才会用主啊这个字 大多数人家看到用主啊 都是对上帝或对耶稣 在圣经里面 所以你就知道 彼得知道在他面前的这位耶稣 是上帝 所以他就告诉他说 主啊 离开我吧 你就知道彼得的害怕 他遇见上帝了 遇见上帝会让人感到害怕 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 从旧约里面我们看看几个人 他遇见上帝 他的反应是如何 创世纪三十二章 雅各他要回去他的家乡 要面对他的哥哥以少 他在雅伯的渡口遇见了上帝 他说什么 我面对面见到上帝 但我的性命仍保住了 雅各清楚知道 遇见上帝的人会死 可是神却怜悯施恩 使他能够保住他的性命 不仅雅各 还有一个人 应该是一个夫妻 他也经历到遇见神的经历 就是参孙的父母 《诗诗记》十三章 他说什么 耶和华的死者不再像 马罗亚以及他的妻显现 马罗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死者 马罗亚对他的妻说 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 旧约里面都知道 看见神会让人死 包括先知也是这样子 以赛亚先知他说什么 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充满圣殿 第五节说什么 那时我说我有祸了 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间 又因为我亲眼看见了大君王 万君之耶和华 我有祸了 我灭亡了是因为他遇见上帝 更有一个翻译的方法 我觉得现代中文一本翻译的年轻人 应该比较能懂 这一句说什么 我完的 我惨了 遇见上帝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 我们要知道他是圣洁的神 如果不是 你知道吗 所有的犹太人都很清楚知道 上帝向你显现的时候 是你的罪要被看见了 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 他的性命是没有办法存留的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路加福音五章第九节 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经文 第九节说 原来西门和船上的人 都为他们捕到这么多的鱼 感到震惊 他的伙伴们 西比派的儿子约翰及雅各 也同样感到惊讶 耶稣就对西门说 不要害怕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就像得鱼一样 彼得以及他的朋友 清楚地知道他们遇见了上帝 耶稣告诉他们 不要害怕 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就像得鱼 彼得和他的朋友们遇见上帝 经历神迹之后 有一个更重要的回应 这个回应就在十一节 他们上了岸之后就撇下了一切 跟从的耶稣 他们的回应是跟从的耶稣 所以刚刚这一件事件里面 我们再次回到这个事件 相信的人说是神迹 他们遇见神了 不相信神的人说这是巧合 这都是刚好的 神迹与巧合之间 考验着你所信靠的对象在哪里 你的信心在什么地方 你所经历过的上帝是什么样子 所以从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 我们要知道 如果你相信上帝 只是建立在让你的生活更好 你其实就是跟第一节那一群 拥挤要听耶稣讲上帝话语的人群一样 可是如果你今天 你要知道 如果你跟那群人群一样 基督教的信仰 对你来说只是一个茶余饭后 有空再来的信仰 有空听听道理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把你的信仰 就像彼得一样 你期待你的生命被更新 来讨神喜悦 你需要学习彼得跟从耶稣 彼得因为他跟从了耶稣 听从主的吩咐 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之后 他得到了许多的鱼 彼得不仅是得到了许多的鱼 跟难能可贵的事 他没有因为得到鱼就得到满足 他更是决定要撇下一切 跟从耶稣 这是我们从彼得身上要学习的地方 彼得因为他跟从了耶稣之后 他的未来如何 他成为一个教会的使徒 他成为教会的支柱 成为教会的建造者 彼得在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事上 遇见主之后 他的生命有了极大的转变 想要有神迹的发生 你第一件事情要先遇见耶稣 你没有遇见耶稣 你不可能经历到神迹 因为永远都是巧合 如果你遇见耶稣 你就会伴随着神迹 在你的生活当中不断地发生 所以期待我们要寻找耶稣 这个段都期待大家 在最有限的时间上面寻求主 在最有限的时间上 你要寻找到耶稣 这一个人叫做艾伦穆拉利 他是个美国人 他是个工程师 为什么会谈到这个人 这个人他从1969年 他开始在美国的波音公司当工程师 甚至于当到他们的执行长 波音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坐飞机的 从737 747 757 767 全部都是靠过这个人的旗下 他在波音待了三十几年 离开波音 然后就被挖角到一个地方 你知道被一个公司 在2000年的时候 有一家公司 汽车公司快倒了 就是福特 福特汽车 穆斯也说 他以前开过福特汽车 他也蛮多的 他觉得不满意 对 没有错 福特汽车真的有一段时间 经营得非常的糟糕 但2000年他几乎快熄灯了 他快熄灯了之后 他就觉得我该怎么办 后来他就在2006年的时候 他就找来了这位穆拉利 因为他刚刚2005年 从波音退休 他找了他来 结果呢 找了他来之后 就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什么 他决定去了福特 那时候就许多人就来笑他说 你以前坐飞机的 你现在来坐车子 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领域 你行吗 他就说飞机都可以坐了 车子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他就真的去了 有一件事情要发生 这记载在他的书上 他从坐车坐到了福特的总部西雅图 从飞机上下来之后 他坐上了他们的专车 去到了福特总部 进到他们的地下室 福特总部的地下室望眼看去 几百辆的车子 他看不到一台福特汽车 那你觉得福特汽车会好吗 你自己的人都不开福特汽车了 你凭什么要别人去买福特汽车 所以那一天去之后 他就开始了 想要来改革福特汽车 你知道福特在2000年之前 它有多少的品牌 属于福特旗下的吗 各位这一些 认得车子厂牌的人知道 这一些全部都在福特的旗下 2006年穆拉利去的时候 他就开始推出了一个 要把福特 让福特做福特的计划 他开始把一个一个品牌卖出去 最后卖到最后只剩下留下福特 这个他们说的one vote 一个福特让福特做福特 也因为他2006年开始做这一些的变动 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美国三大厂克莱斯的通用汽车 全部都需要政府的纾困 福特汽车却因为他卖掉那些 不是属于福特的东西 他顺利渡过难关 到现在你会看到路上 还是有很多福特汽车 我家就有一台 所以你就知道这样子的计划 就是让福特做福特 挪掉不属于福特的东西 因此福特起始回生 各位 这一个福特的计划 再次的要来反思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我们的信仰 在这一个世代变化潮流 相当多的资讯在这里 我们每个基督徒受到许多文化 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许多的包袱在我们的身上 传统凌驾于真理 使得我们现在基督徒其实不像基督徒 我们太多东西限制了我们 怎么样去做好一个基督徒 可是给我们一个反思是 我们要怎么样做好一个基督徒 就只有一样 我们回到像彼得一样 好好的跟从耶稣 唯有我们跟从耶稣 从耶稣的身上来认识他 我们才有办法回到 那一个本身我们基督徒的样子 所以我们需要对耶稣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们才有机会遇见上帝 在你遇见上帝之后 你才能够经历到上帝要给的赐福 是如此的大 所以有一个严肃的问题 各位 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信仰的对象到底是谁 你要搞清楚 而且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你要想 你为什么要来到教会 你为什么要信耶稣 你为什么要侍奉上帝 你为什么要去领人鬼主 这是我们需要去常常思考的问题 我们的信仰绝对不能成为一个 我们不加思索 就说好了 就跟着走就对了 我们需要去思考 我们为什么要跟随耶稣 如果你想要更好的生活 对 没有错 上帝确实能够给你更好的生活 可是我们今天我们知道 上帝不只有能力给你想要的 他更是可以使你的生命 因为你透过你对他的寻求 他要使你的生命 更加的厚实以及丰盛 简单来说就是 如果你只想要更好的生活 基督教跟其他宗教 没有什么差异 可是如果你要渴慕 你的生命越来越提升 你需要渴慕 不断地去认识我们的上帝 有一个你要记得的是 认识上帝的秘诀 就是你不能单单靠感觉 认识上帝不能靠感觉 如果你的信仰是建立在感觉上面 你很容易会被你的感觉 影响了你对上帝的信靠 所以诗篇111篇告诉了我们 我们一起来读情 这人都努力查救 对神有渴望 你不会只停留在感觉上面 你会更渴慕地去认识这位上帝 那一种爱慕的程度 就像诗人这篇所写的 神啊 我的心渴慕你好像渴慕 渴慕西水一样 渴慕上帝 你要先清楚你的信仰的对象 你信仰的对象 对我们信仰独一上帝没有错 可是你要清楚地明白 我们是透过那道成肉身的耶稣 使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上帝 约翰福音一章 他说什么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这在讲耶稣 那就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上帝 就是耶稣 14节说什么 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满有恩典和真理 我们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重复而来读生子的荣光 不仅如此 17节到18节他说什么 律法是借着摩西所颁布的 恩典和真理是透过耶稣基督而来的 18节一起来读 请 我们需要与神连结 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 因为他把上帝彰显出来了 约翰福音20章他又这么说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了有福了 31节说什么 但既这些事需要你们知道 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各位弟兄姐妹 你遇见耶稣了吗 你拥有从神而来的新生命了吗 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遇见耶稣 也更期盼每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的人 他能够感受到这是一个上帝临在的地方 期盼他的生命可以遇见耶稣 他能够一起经历从神而来的丰盛 以及神的应许 我们要先遇见耶稣 水深之处 我们需要怎么样经历主 我们的生命要有一种期待 我们期待遇见主 期待遇见主 你还要顺服他 找到更深沙网的地方 这个更深沙网的地方 就是我们不再只是看自己 我们愿意更多看到他人的生命的需要 更看重我们自己生命是否与神连结 你才有办法更深的经历主 你需要克服经验的舒服 把你在最有把握的事情上面 顺服主的带领 我们也需要在超越神迹的追求 在最有限的时间上寻求主 我们的人生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期待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 更深激励主 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寻求主 在我们生命当中 让我们遇见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 就像给你智健的过程 我为你不要 我们前面没想到